欢迎收听《义士邪君》第九十七回 少年 你的意思是说 执着不重要 那么试问古往新来成功者他们的世纪千古流传 有哪一个不是特别执着的人呢 成功与否 可不是凭嘴巴说说就可以的 执着固然重要 但要看执着值不值得 这君莫邪啊 还丝毫不惧 有把握并且能成功 这叫做可敬可配 但是若是明知道没希望还要执着 那则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呀 没错 古往今来所有的成功人物都有一个特质 就是执着 一旦认定了目标 绝不回头一路打拼下去 最终的创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份天地 而他们的故事也必将世代流传下去 比如说 在争霸大陆方面 我们天乡国的开国帝王 杨开天 在玄公宗室之间 这样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 不过刚才前辈有一句话说得非常之有道理 成功与否可不是凭嘴巴说说就可以的 相信随便一位成名的玄公宗师 也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吧 玄公宗师 哦 你知道哪几位玄公宗师啊 英国空呢 倒是让他勾起了几分兴趣 天下八大宗师升为赫赫 只怕想不知道也很难吧 排名第一的 当时那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神英至尊云别臣 身边一位九级玄兽相伴 本身修为呢 在多年前就相传已经是至尊神玄的巅峰 逍遥自在 但是每在人间出现 都会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不错 英国空呢 缓缓地点了点头 王爷和宋商两个人 听到这神英至尊云别臣的名字 都是一脸的肃然起敬 这就叫人的棉树的影啊 云别臣确实早已经就成为了一个传说 一个不朽的存在了 那么第二位呢 乃是 绝天至尊 立绝天 其人形势固然随心所欲 不分正邪 心狠手辣 但是玄公修为已经是巅峰 这却是无人可以质疑的 相信也未必有人敢质疑吧 第三位 应是神秘的风雪银城之主 风雪至尊 寒风雪 君墨学说到风雪银城的时候 英伯空古井乌波的脸上 微微地动了一下 第四位 便是 齐天风怪节 问天至尊 莫问天 君墨学把他的反应看在了眼里 却是不动声色地说了下去 此人呢 据说乃是 天乡国人 第五位 冷血至尊 泪无碑 第六位 乃是 神赐帝国宗师 也相传呢 是问天至尊 莫问天的死敌大仇 生死至尊 时常笑 此人现在 便在这天乡城内 君墨学冷冽地笑了笑 第七位嘛 当时常年隐居南光海的蔚蓝至尊 孟弘尘 至于第八位 呵呵呵 君墨学微笑着 很沉着 这第八位嘛 很难定论啊 哦 那有什么很难定论的呢 英伯空眉梢一扬 冷电般的眼神看着君墨学 无非 就是一个名字而已 难道 还难以出口吗 这第八位嘛 或者在世人的眼里便 应该是两人并列 君墨学神秘地笑了笑 草原英神 英伯空 与狂风剑神 风剑云二人 为了这第八位 嘿 已经到了半生 至今未能分出胜负 所以我说这第八位嘛 为此二人共享 哼 什么就没有分出胜负 那风剑云 纯粹是何族道哉 大帝不过是浪得虚名罢了 他有什么资格 与草原英神相提并论呢 英伯空的哼哼两声说道 是 前辈说的 或者有些道理 听说呢 英伯空为了练武 经常去到大雪山上 一个人呢 与数千数万图鹰相斗 若是这个传言属实 那这位草原英神的坚韧 却是值得称道的 君墨学呢 脸色沉重中 带着一点点 类似于崇拜的神色 若是从这一点上来说 英伯空确实有资格 凌驾于 那风卷云之上 不愧为草原至尊啊 英伯空得到了肯定 不禁那心怀大畅啊 行啊 没有想到你这娃娃 居然能将八大宗师都说得齐全了 倒也算是 有几分见识 一边的王爷和宋老三心中的都有些富费 刚才都说了嘛 这本来就是大陆上叫个人就知道的事情 居然还成了什么啊 有几分见识 这需要什么见识呢 一边的王爷和宋老三 他们心里对这件事情都有几分不同的看法 再说了 草原英神英伯空 经年独斗雪山群英字是了的 可是啊 那狂风剑神风卷云 亦曾多次剿灭草原群狼 战绩 他绝对不下于那英伯空 怎么就叫浪德虚名 何族盗哉了呢 不过这两个人呢 也尽使人惊 自从君墨邪和英伯空的团话中 听出了一些什么 想起了威灵天下的八大宗师的赫赫的雄威 都是正经威坐了起来 哪里敢提出什么反对的意见呢 除了以上八大公认的大宗师之外 还有一位杀手至尊 楚气魂 说起了这个名字 君墨邪心中不由得悠然神亡啊 究竟是如何出色的杀手 才会被称之为杀手至尊呢 不知道他的实力比起前世的邪君 这究竟谁能更高一些呢 真的是很好奇啊 一想到这里 君墨邪心中生起了一种 强烈的战役 所谓是一山南戎二虎 在同一个行当里边 自然也不允许出现两位至尊 在杀手这个行当当中 更是如此啊 而君墨邪呢 这个在前世 盘踞天下第一杀手宝座的盖世邪君 能够容忍 有人居然压在了自己的头上吗 那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在这一刻 君墨邪心中啊 突然隐隐的觉得 自己呢 和那位杀手至尊 出气魂 只怕 哎 迟早会有一战啊 这仿佛是宿命中的一战 不可避免 娃娃 你虽然说见识不错 但之前你所说的执着之论 老夫是 依然不会沟通的呀 英伯空虽然是在质问 但是呢 语气啊 却已经很明显的缓和了许多许多 这一点很好解释 我为什么在最后要提出 英伯空在大雪山 与数千数万秃鹰搏斗 其实啊 就是这个道理 雪风之巅的秃鹰 那众所周知啊 可不是什么寻常的秃鹰 而是真正的玄兽 虽然说位阶稍低 但是成千上万之低阶的玄兽 所能造成的攻击的效果 足以由量变 达至质变的强大的威胁 我们也都知道 在那里练功搏斗 一来呢 可以修炼体内玄功不断的增长 但是呢 刺骨的寒冷 也足以促使人的玄功的一步步的进步 而且呢 要同时对付这么多的秃鹰 若然最终能够战而胜之 必然可以大大的增长实战的经验 再者呢 还能够从中观察秃鹰的飞行路线 攻击动作 从中领悟出啊 自己的招式 君墨鞋一边说着 英伯空一边含笑点头 大感呢 是深得我心呢 嗯 不错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呀 看到他脸上的神情啊 这君墨鞋心中突然有一种 想要催他一脸唾沫的冲动 瞧你这得意洋洋的样子 再怎么说也是一代宗师吧 就不会矜持一点吗 在场的谁还没看破你 就是那草原阴神 阴伯空呢 虽然还装了一脸的神秘 当然啦 那小鬼杨墨啊 是例外的 君墨鞋顿时啊 他悟出了一个道理 原来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官员 不管是流氓还是宗师 都是喜欢戴高帽的 瞧面前这位吧 被我拍得多舒服呀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这个世界的戴高乐呢 所以说 英伯空的练功的方法 虽然说过程啊 凶险无比 动辄呢 就是有葬身 应付之祸 但却是一条啊 成功的捷径 正所谓富贵险中求嘛 英伯空能想到这一点 就不愧是一代宗师啊 君墨鞋强忍住 心中呕吐的感觉啊 热情洋溢的赞扬 不惜血本的猛拍 这玩意儿虽然说恶心点吧 但是胜在成本低廉 一个子儿都不需要花嘛 英伯空欣慰的笑了 自家是自己知道 自己付出的努力 故人不屑被别人认可 但是 今日被人如此的追捧 说不开心 嘿 那自然是假的了呀 但是 君墨鞋 适可而止 话锋急准而下 既然这是一条成功的捷径 天底下聪明人 何其之多呀 那难道 别人就想不到吗 而事实上 与雪峰练功的 自古至今 相信绝对不只是 英伯空一人吧 但是 只有英伯空成为了八大宗师 其他人呢 却是默默无闻 这 要说明了什么呢 英伯空被他拍得 浑身舒坦 脱口而出 因为那些人都死了 想起雪峰之巅 被风雪埋葬的 累累的白骨 英伯空 在有些唏嘘的同时呢 大部分 却是自傲 不错 这位前辈 说得很对 君墨鞋 大肆赞扬啊 这捷径嘛 永远不等于坦途 那些人都死了 埋谷雪峰 甚至呢 都变成了 秃鹰的食物 尸骨无存啊 他们固然说 找对了方向 也选择了 正确的方法 也同样呢 是执着至极 甚至可以说呢 他们每个人 都比英伯空更执着 因为他们一直 执着到了 自己死亡的那一刻 但是 世人嘛 只知道英伯空 却还有人知道 他们是谁 所以英伯空 在雪峰之巅 练功 被传为佳话 而不是 他们任何一个名字 究极原因呢 只有一个 因为英伯空成功了 他们失败了 想起来嘛 就是这么简单 君墨鞋 微笑着说道 所谓成功人士的意识 成为一个又一个的励志故事 并不是因为这些故事本身 而是因为呢 这些故事中的主角 最终获得了成功 这所以才有了故事 但是同时呢 跟他们有同样经历 甚至于比他们更执着 更努力 更加拼命的人 他们的经历 同样可以成为故事 甚至呢 更加苛刻 可气 更加的让人触目惊心 但是 只是因为他们最终失败了 所以呢 就被埋没了 每个人都可以有故事 甚至于每个人 都能够成为传说 但是啊 一定要有一个前提 您要先成功了再说 富贵是一种身体的享受 而贫穷却是精神的享受 唯一不同的差别在于 享受贫困 只有从贫穷中打拼而出的富人 才有这个资格 而穷人的贫穷 只是苦难 这句莫邪啊 一口气儿说了这么多 稍感到有些口干舌燥 抓起了茶壶 嘴吐嘴的咕咚咕咚的 喝了一大顿 但是周围的所有的人 都没有感觉他这个动作呀 很失礼 相反的呢 每个人都是一脸的思索 慢慢咀嚼着 他这一方话之中的深意 说到底吧 还是一句话 孙老三虽然努力了 付出了啊 也执着了 但是他的酒 或者在一般人眼中 那还算是不错的酒 但是却不一定是最好的 君墨鞋呢 终于把话题绕了回来 一段话既捧了英伯空 却又在最后呢 回到了锤打 孙老三的身上 可以说君墨鞋 这么一个大弯 绕得是巧妙至极呀 君墨鞋在见到 英伯空的第一眼的时候 就已经在怀疑他的身份了 等他一口叫破 宋老三的天贤 终结修为 君墨鞋心中呢 已经确定了五分 再借着说八大宗师的事情 稍加试探 心中呢 更有了底了 在说到英伯空 与风卷云争斗的时候 从英伯空的反应来看 直接没有悬念了 这个人就是英伯空 这一点 相信连王爷和宋老三 都早已经就看出来了 君墨鞋若是再看不出来 那还不如直接买块豆腐呀 一头撞死算了呢 最妙的是 这英伯空啊 一直隐瞒身份 全没有表露身份的意思 但是君墨鞋呢 却是在揭破他身份之前就开始捧 这一点 为谁让英伯空的心中啊 是受用至极 若是一个玄器高手 比如说宋老三之流的 说出这番话来 效果呢 就远远的不如君墨鞋了 因为君墨鞋啊 此刻表现出来的 那完全就是一个 别角至极的不入流的角色 而这样的人物 居然能够如此公平的 点评英伯空与风卷云之间的 胜负优劣 那么其他的人 岂不是更加的心中有数了 这样一生中 从未战胜过风卷云 一直处于平手局面的英伯空心中啊 怎么能够不受用呢 他眯着眼睛 一个劲的点头 浑身轻飘飘的 这些就已经证明了 君墨鞋这番话的威力了 这个小子啊 越看 越觉得顺眼了 正如你所说 酒好还是酒坏 始终嘛 还是要品出来的 而不是夸夸其谈 吹出来的 这宋老三听到这儿啊 有些郁闷了 他自己取出酒来 四五说经历 引起众人一致赞同 别的不说 若是那个时候拼酒 纵然双方的酒是一样的味道 但是呢 有自己铺垫在前 盛方 必属于自己 至于这个小子 先迟到不说 刚刚一进来啊 几句话就弄得天怒人怨 但是啊 东拉西扯了一通之后 凭着一番歪理 居然让风头呢 整个的变了方向 虽然 他说的确实 颇有几分道理 表面看起来 两个人呢 并没有提到拼酒 但是实际上 自从宋老三 提出自己的酒的来历 和那一刻 就已经开始了比拼 而君末写的这一番话 正是连烧带打 将宋老三占据的优势呢 给打了个稀巴烂啊 这便是造势 但是在造势的同时啊 君末写协却追求了利益最大化 就是这位草原英神 英伯空 在天乡城风趣云涌的现在 英伯空的态度足可扭转大局啊 更为君末写 打算从英伯空口中 套出玄丹的使用方法 慢慢的打下了根基 不错不错 现在品酒才是正经 谁忧谁劣 谁胜谁负 一品便知啊 王爷爽朗的大笑了起来 与宋老三相比 在英伯空的威名之下 他还算是比较镇定自若的 毕竟啊 人的是什么身份 那人的是皇族的王公贵族 这英伯空虽然说名震天下 名头很小 但是呢 却置身于不一样的圈子 尊敬崇拜或者有之 但说到其他的 但却未必有太大的感觉了 有了王爷这句话 谁能不买账啊 接下来就要开始 斗酒了 余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义士邪君第98回